我们现在位于顿尼茨克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顿尼茨克的 北线 中线 以及南线的军事的态势 周二 顿尼茨克方向 俄罗斯军队继续从多个方向进攻 马林卡以北的克拉斯诺·格罗夫卡市 连日来 俄军突击队从克拉斯诺·格罗夫卡市的东区 沿着四条街道杀出了一条通道 占领市区西街的建筑物自高点 并向市区中心大道拿西莫夫街方向推进 向战激烈 乌军在克拉斯诺·格罗夫卡防守也亮起了红灯 在沃尔昌斯克市中心 周二 俄罗斯突击队占领了中央大街以北的几座建筑物 并到达了体育场和公园区域 俄军突击队在费美尔斯卡亚街站稳了脚跟 并向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苏姆斯卡亚大道推进 在沃尔昌斯克市西部 乌克兰武装部队已被赶出亚利桑罗斯科耶农场 俄军切断了乌军通过谢多瓦街进行补给的路线 反复争夺 重现了巴赫木特向战的惨烈 俄罗斯专家指出 沃尔昌斯克市区大部分高层建筑已在俄军的控制之下 俄乌两军每天的战果是废墟间来回移动100至200米 双方在没有后方的楼上或者楼下的攻击中 消耗着战斗力 俄罗斯专家认为 乌军投入沃尔昌斯克作战的部队 是乌军在敦巴斯精锐的单位 而俄军发动战役的企图目标 就是牵制调动这些有生的力量进行绞杀消耗 俄传家分析 乌克兰军队正在哈尔科夫地区修建新的防御工事 乌军将另外备份的两条防御工事 正在北边开挖 包括从伯格都霍夫 佐洛切夫 哥萨克洛潘 以及连接南边的利普齐村等 除敦巴斯北线之外 乌军在扎波罗热地区也正迅速准备第三道防御线 以抵御俄军可能发起的夏季战役的攻势 现在扎波罗热的主要战斗 是集中在波维尔伯沃耶西北和拉伯地诺以北的霍列霍夫斯级方向 俄军突击队继续突破乌军防线并清理着据点 俄军空天军也继续使用FAB炸弹 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重要的军事基础设施 在战斗接触线上 乌军目前是处于烈事 俄专家自出 近期乌军无人机恢复了强势 但是双方在炮战中 俄军仍然站在优势 周二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鹰派也撰文长调 俄乌特别军事行动 是俄国在于整个西方集体所进行的战争 近期 美国人和西方越来越多地发出需要谈判的信号 就连乌克兰总统哲连斯基也暗示可以考虑谈判 但是这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陷阱 俄罗斯子战派的立场 显示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这是向西方和美国人进行和平的投降 富豪卫视卢语光 伊万 拉曼 乌拉特 顿捏茨克的报道 赞订阅